我找不到妈妈了 但有一位穿白裙子的阿姨 人很好 说可以带我回家 她肯定是知道一条近路 太厉害了 因为我和妈妈之前 从来没有穿过这一片树林 我的猎友俯身去看那人的尸体 发现我和妈妈 发现有奇怪的咬痕 我本想说些什么 但很快就闭上了嘴 我在井里喊了半天 有一个女人发现了我 终于得救了 直到看见她笑着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向我爬来 我自己一个人住 凌晨一点的时候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 就去睡觉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 看到屏幕上面显示 五次解锁失败 请在三十秒后重视 我从不相信有人会用智能家居来监视我们 直到有一天星辰 我听到咳嗽声从我的智能音箱里面传来 五岁的儿子来找我 说一直听见地下室有声音 我捐称地下室有鬼 以此搪塞他 一回到家 我发现这个犹太家庭 落在了盖世太保手里 儿子兴奋地告诉我 说他报了警 警察叔叔成功地捉住了这些鬼 我不怕目的 因为鬼魂只会在他们死去的地方出现 所以你能想到 我看到我妹妹的鬼魂 就在她的坟旁的时候 我有多害怕吗 为了杀掉 在空间站周围追着我们的东西 我们决定穿上宇航服 关掉氧气 我立马觉得安心了 直到感觉宇航服里面 有东西在我的腿上爬 触手缠着我的脖子 延伸到后背 你看你的眼睛 刷了睫毛膏以后多漂亮啊 我的小公主 妈妈在悬眉比赛前问道 小威廉觉得穿着比基尼很不舒服 但自从姐姐去世后 为了让妈妈开心 她愿意做任何事 我的同事们小时候 都遭受过各种各样的虐待 有趣的是 他们都还没有认出我来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 我来 我来 来 我来 感谢观看